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盘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育敏老师 好的 今天台股在小涨 在平盘上下做一个震荡 成交量4900亿 非常的大 好 那我们看到最近盘面上 最火热的题材就是7RB 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 7RB的挖矿这个潮 带动很多相关的概念股起航 讲了一大堆股票 卫钢 群联 创建 实权等等 好 这么多7RB相关的概念股 那到底哪一档才是对的 市场很热 我看电视台都在做这个专题 尤其这两天 东森是上个礼拜五做的 另外我昨天看到非凡频道 也在开始做这个题材了 那到底相关的股票正缺什么 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 很可惜 好 是不是刚好像不是 今天打到平盘一下 涨不动 对不对 昨天涨平盘今天涨不动了 好 K线在这里 说真的没有很强 好 群联呢 群联还好 也没有很强 看到吗 这五天里面还有一根是下跌的 那我们看到这一档股票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今天开平盘涨三毛 拉到涨停板第五根的涨停板 它已经连续供五根涨停板了 这两标的就是我跟大家提醒的 这个7RB的概念股叫做明义 对不对 零拉五根停板 所以如果你说7RB哪一档 表现最好 你不用怀疑就这一档表现最强 叫做明义 投资兵 这是我们客户操作的股票 带会员操作的股票 好 那我们看到明义 今天攻上第五根涨停板 开在平板附近涨三毛 拉上了涨停板 所以我发给全国的会员 普通会员 特别会员 总统会员同步发 请他们跟他们恭贺 当然我找盘 刚刚开盘也再发一次 涨两三毛的时候我再发一次 叫他们没有买到人可以再进场 我们第一次进场在五天前 五个交易日前 今天是看到第五根的涨停板 当然是非常的开心 这五天里面最强的股票 没有第二支就是明义 7RB概念股 新闻非常热 每个都在讲7RB概念股 好 没有等级的抗讯 没有会员等级的抗讯 一定是假抗讯 所以赵一鸣给你看的抗讯 一定有会员的等级 不可能没有会员等级 只要没有会员等级 那一定是假抗讯 假抗讯你不用看 那绩效再多都没有 都是假的 赵一鸣上节目到今天 绝对不会拿没有等级的抗讯 上节目 不可能 每一通抗讯都一定会有等级 是谁买的 这四个都是总统特别普通 所有等级的会员同步买进 赵一鸣上节目20年 超过只有三个等级 普通特别总统 没有第四种 好 我的YouTube留言 也从来不关 为什么不用关 因为我被拿假东西上节目 干嘛关 那有些人就是骗到 人家受不了 出二分之一 出二分之一 长下去说我还有一半 因为我还二分之一 等下去说我已经卖掉了 不断的骗观众 骗客户 骗到人家受不了 就去留言 甚至跟检举 甚至要告他 好 赵一鸣的YouTube留言 从来没有关 因为我不会拿假东西上来 好不好 今天涨停的股票不多 就这几档上市 这一档 唯一档跟7RB概念股有关就是名义 上贵没有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到股市最难就是选股 现在你又发现 从一个新的题材 7RB概念股 这几天的事情而已 那你发现很多人选了乱七八糟 根本不是最强的 赵一鸣一开始就跟你讲 最强的就是名义 这叫什么 选股功利 所以我们说股市 最难也是最重要的 你没有选到名义你怎么五根停板 最难的跟最重要的两件事 就是选股跟买卖点的判断 你们不会懂这个 其他都是多余的 你基本上多好多厉害多厉害 你厉害你为什么没有办法选到名义 选到最强的标的 那就表示选股有问题 不是吗 好不好 这是连高手都头痛的事 好不好 厉台 赵一鸣为什么没有选厉台 现行不对 懂意思吗 赵一鸣为什么选名义 现行很漂亮 如果两个 我当然不会选这个 我当然要选这个 答案很简单 懂意思吗 那你之前为什么都不讲 之前又没有很好 我怎么会讲 懂意思吗 现在好了我就开始进场买了 就这样 其实股票操作就是这样 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 你不要在那边沙沙等 苦等18年是没有用的 懂意思吗 一买马上涨停板 马上攻上来 这才最强的 它发动前一定有跡象 你会看得出来的 好 名义今天攻上来第五根涨停板 那我们说这么多7RB的概念股 为什么赵一鸣只买名义 你看还有很多 一大堆 当然最大争论是什么 到底这个记忆体的部分 是SSD 就所谓的固态硬碟 像卫钢 创建 群联 这个都是 还是 这个HDD 到底是传统的硬碟 还是固态硬碟 固态硬碟就叫SDD 传统硬碟叫HDD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现在电视台没有一个讲得清楚 包含东森 包含非凡斗烟 没有一个电视台讲得清楚 没有一个分析师讲得清楚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清楚 到底什么是对的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台湾的台北 光华商场卖的东西 这叫什么 这叫SSD 固态硬碟 固态硬碟一季的卖多少 这边有写5890 有没有 好 5680 有没有 固态硬碟其实很贵的 就所谓的SDD SSD 就群联创建 卫钢在做的 那其实是很贵的 如果跟一般传统硬碟比较贵 为什么跟一般比较很贵 你看这个是一般的硬碟 才多少 一二三年 人家五千八固态硬碟 SSD 卫钢创建做的 这个传统硬碟只有1230 固态硬碟 等一下五千六百多 差了快五倍 有没有差 当然有差 怎么也没有差 所以为什么这次挖矿 不是用SSD 不是用固态硬碟去挖的 因为价格太高了 同样一T的容量 固态硬碟SSD 卫钢创建群联座 相关的就是固态硬碟 要多少 五千六百多 那你用传统硬碟只要1230 哎哟 天啊 差五倍 天啊 这怎么会差那么多 从这边 传统硬碟一T 容量一T 1230 固态硬碟 刚刚讲的 我也刚创建群联碟都是 5890 那请问这样差几倍 你自己算吗 五倍吗 不是吗 所以你怎么会用SSD 用固态硬碟去挖矿 不可能 你在台北街头你有看到很多宾室在开进行车 进行车是用宾室的吗 当然不会啊 一台宾室两三百万 像我开的S 这个350 一台500多万 快600万 那怎么可能拿去开进行车 不可能嘛 你什么车来都一样起跳就是70块 或因为我开宾室 然后去起跳变100 不可能 所以你看台北街头 不管任何一个台湾都一样 计程车一定是Torota 要不然就福特 对不对 要不然就30 没有宾室的 很少有的中古车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你同样要挖矿 请问你要为什么要花五倍的价格 去买一个固态硬碟 同样一T的容量 它要5800多 那这个只要 传统只要1230 所以你要花五倍价格 去买一个固态硬碟来挖矿吗 你要花500多万买台机型车 来开机型车吗 还是你要花七八十万 买一台Torota就好 这答案很简单 这有什么好争议的 但是没有人讲得清楚 一直在讲 这个威钢 讲群联 讲创业 根本就鬼扯 根本就不是这样 你如果去中华商场问 去卖硬碟地方问 它就告诉你答案 这不用争 这很简单 去问一下就知道 这有什么好争议的 可竟然没有人讲得清楚 很可惜 那我们看这一排 这是我这个礼拜要去光华商场的 这一排价格全部贴起来 叫内恰 为什么 传统硬碟 都卖完了 懂意思吗 都内恰 没有东西的 我到那里 先生 你那个怎么内恰 这传统硬碟 怎么内恰 现在没有货了 大容量的8T以上 全部都没货了 为什么 都拿去挖七亚批 不是台湾而已 香港 大陆都被少货少一空了 拿去做什么 拿去买做七亚批的挖矿 所以不是固态硬碟 不是SSD 是传统硬碟 不要搞错了 你光华商场看 你要买固态硬碟 看你要买多少 我朋友是台北的大盘 你要买一千颗 我介绍给你买 如果你买不到 你打那给我 你要买一T两T 你买不到 你打给我 看你要买多少 没问题的 懂意思吗 但是你要买传统硬碟 HDD 不好意思 一颗都没有 全部都贴起来了 我问老板 你为什么把它贴起来 下次报价来 不晓得多久了 搞不好三个礼拜后 才会有东西来 来又重新报价 那我现在怎么报给你 我连报价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库存都卖光了 我现在没有货 所以他给你贴内洽 一T两T三T八T十六T 全部都内洽 为什么内洽 没有货了 你在台湾任何地方买都一样 八T以上的要挖旗亚币 全部都没货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不是微钢 不是群联 不是创建 那是固态硬碟 那个价格贵五倍 很少我不敢说完全没有 很少人会用这种贵五倍的东西 去当硬碟 然后去挖矿 没有啦 不可能啦 懂意思吗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台新的 全新 宾4 350 一台五六百万 然后去当机车 你什么时候看过 不可能嘛 很简单的道理嘛 这道理还要我再讲嘛 好不好 所以你看很多 媒体在那边讲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说到那天就懒斗嘛 你去官网上才问一下 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 你会发现 这一次全国分析师 谁讲对了 很少 好像只有我一个 买到 这个名义是谁 五根掌 你买的是谁 就是我 还有第二个嘛 所以有一种作业叫 望尘莫及 这还没有比较勤劳 我好朋友很多 各行各业的 我要消息 我随便一问就有了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看昨天的美股 做传统硬碟就是西杰 跟威腾 全世界最大两个大厂 就是这两家 美国的叫西杰 叫做威腾 昨天都涨了四帕 懂意思吗 好 所以你要看得懂之后 你就知道了 这次涨的是传统的HDD 传统的硬碟 不是SSD 固态硬碟 固态硬碟比传统硬碟贵五倍 所以不是买固态硬碟去挖矿 不要搞错了 好不好 来 名义 天啊 天啊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今天第五根掌填板 五天 五根掌填板 所以答案叫做 有一种作业叫 望尘莫及 那一台车 咻过去了 怎么刚刚有一台车过去 可是没看到车辆 就看到路上烟飞起来了 望尘莫及 你就看到灰尘而已 到今天我讲之前 还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你看今天以前的时候 在讲固态硬碟是不对的 后许未来 当有一天HDD传统硬碟 挖得差不多了 后许有人愿意花五倍价格 去买固态硬碟的挖笔 或许 但是应该很少 你去商场问就知道了 请问老板 你们固态硬碟 最近有没有涨价 涨700块而已 过年前就涨了 涨完就停在这里了 他会告诉你 你传统硬碟 大容量的 不要问传统硬碟都没货了 随便一问就知道了 这有什么好争议的 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涨起来 因为他是最大的 我们国内最大的 传统硬碟 零组件的工艺商 好 看到吗 他五根廷板 你看现行多完美多漂亮 知道你怎么宣估 我偷偷告诉你 你不要跟别人讲 固醇系统 趋势翻阳 筹码安定 动能充片 他就长给你看了 就这样而已 对 这样就吃不完了 这样就五根廷板 全市场没有人做得到 对不对 漂亮嘛 所以有一种啄意叫 望尘莫及 太棒了 望尘莫及 我们抽一台车过去 咻 刚好像有一台车过去 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车量 只有看到烟能冒起来 路上烟冒起来 望尘莫及 原来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最后股市最难就是选股 如果你今天选不到 投资朋友 你知道7RB干年股有什么用 有啊 人家五根一根 你开心吗 你也不会开心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有一种另外一种选股 叫基本面选股 来选这个 哇 成长147% 成长152% 对不对 成长151% 成长力非常的高 基本面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就去买 买完之后呢 投资朋友 他的业绩要大幅成长 去年109人只有赚1.02元 今年要5块8块10块 反正都有人讲 画大饼嘛 预估两个字上去就没事了嘛 分析板就可以预估嘛 预估就是猜测 猜测就是算命嘛 分析师板就可以算命 不然怎么分析 分析不是预测 预测不是猜测 猜测不是算命 所以去年1.02 他跟你说 今年要5块8块10块 哇 拼命跟你画大饼 画完之后呢 哇 这个本益比很低 今年已经说大幅成长 对不对 哇 EPS要怎么样 本来1块变5块 变8块变10块 都有人讲 那最后呢 这两国讲的非常非常的多 受伤的投资人非常的多 那最后呢 可怜 到今天还跌6成 从615块摔到200块以下 今天这两天的低点是226 那你看 到今天的低点 246 今天已经跌了60%了 你接完进去 600%已经不见了 如果真的有这么好 怎么可能这样跌呢 你想也知道啊 不是吗 如果真的这么好 怎么可能这样呢 所以我们就散户 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用自己认为 对的方式去做股票 这散户最大的问题 股票市场 如果只有基本面 没有人会输啦 你放心啦 每个都赢家啦 不可能啦 怎么可能只有基本面而已 懂意思吗 如果只有基本面 就没有人会输了嘛 懂意思吗 好 当金利科看到8根跌停板 真的吗 1 2 3 4 5 6 7 8 当看到8根跌停板 好啦 今天涨一根啦 又怎么样 还是7根啦 还是跌7根啦 受伤的人还是一大堆 还是胚了百分之60 你看多惨重 一旦股票会跌百分之60 会看到8根跌停板 天啊 这是何等的困难 所以有投资人答问 老师 这是不是要出货啊 那投资人为什么这样怀疑 8根跌停板呢 投资人当然这样想啊 要不然他要怎么想 他这样想也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主力出货了 我们被坑杀了 他这样想有什么不对 都看到8根跌停板 他当然这样想 为什么很多人买他这种股票 张安明你怎么不会买他这种股票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介绍这种股票 我没讲 我不会讲 懂意思吗 这格局不对嘛 懂意思吗 当格局不对 你该跑就要吧 你说老师我做这一段 还情有可原 毕竟他是三线翻多嘛 但当卖出讯料出现 转空 你就要赶快跑啊 你不跑 你现在一下就没命了 懂意思吗 这伤下来就很重 百分之60就不见了 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基本面还没有变货 已经看到百分之60的跌停 你看到8根跌停了 那如果拿一个基本的利空出来 那你看第九根第十根 有什么奇怪 这格局不对 你就要跑了 懂意思吗 好 股市里面永远只有两种 一个叫猎人一个叫猎物 能力差的 对不起就是猎物 能力强的才能当猎人 看不懂转空的就是猎物 转空你都不知道 你就百分之60就不见了 不是猎物吗 看懂意思吗 看懂的人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猎人 猎人就是来追杀猎物 他不会跟你客气 股市只有两种 一个数价一个赢价 有第三种 没有啊 就输家跟赢家而已 每个人都想当赢家 可是买到经历科 不就变输家了吗 变成猎物 猎物就是被猎人追杀 猎人拿几枪来 看到猎物 看到小迷路 他不会跟你客气的 猎人拿到枪 就是要把猎物干掉 他会跟你客气吗 所以古代上 你是不能开玩笑的 专业一定要提升 懂吗 要跟对人 你专业不足 老师我要专业 你专业学十年二十年就有了 我没办法等那么久 等那么久我都老了 对啊 那就找一个会的人 跟在他后面坐 你看跟着我们多开心 今天看到第五根掌停板 五天看到五根掌停板 但是如果你把金利科 八根跌停板 今天回来一根还七根 有什么好开心呢 是不是这样 好 世心 百分之五十三 六根跌停板 很惨 都非常惨 这个都是国小选股冠军选 刚刚的世心也是 国小选股冠军选 选股冠军不要随便跟 非常危险 选到这种股票很惨 好不好 一二三四 五六 六根了 你看多惨 好不好 来 我不是转空很久了吗 对啊 转空很久 你干嘛爆这种股票呢 不是吗 投这边 那不是早就有讯号了吗 对啊 早就跟你讲 这歌曲不对 这在临走附近 你为什么不跑 你不跑后面就有事了 懂意思吗 张爱民都没讲 有啊 我有讲啊 三六二三 我东升就讲了 快挂掉赶快跑 有啊 四月八号跌停了前一天 四月九号开始连续跌停 你看这不站在悬哪边了吗 站在悬哪边你还不跑 你不喜欢掉下去 就万丈深渊 是不是 张爱民有没有讲 有啊 我有讲 我有提醒啊 不是吗 危机如果每个人看懂 就不叫危机了 懂意思吗 你看这样多惨 非常非常惨 对不对 非常非常惨 对不对 国小选股冠军选的 来 哎呦 多开心啊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好的老师 带你上天堂 不好老师 让你住套房 非常惨 非常非常惨 对不对 非常非常开心 买到这种股票 你看多开心 我们客户多开心啊 那买到这种股票的人呢 哎呦 真的是痛不欲生 懂意思吗 真的是 遇库无类啊 不是吗 这不是遇库无类 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呢 哎呦 每天都很开心 每天都对啊 未来充满了希望 为什么 开盘 掌停板 又一根了 当一根掌停板来 这个表示我朋友 我的客户画给我 他说老师 我第一根掌停板 只有小串 当第二根掌停板 他买30张了 一天六万六 第二天七万二 因为会乘以1.1% 你这个100涨停 变110 所以明天就七% 对不对 好 变七万二 第三天 第四根掌停八万 今天第五根掌停板 一天八万七千八 而且这个数据都是累积下来的 你看人生变得多完美 对不对 人生这么完美 他说这边要 你看多好 虽然简单 要跟对人 跟错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不好 股市最安全路 永远就是跟赢家同行 同意是吗 每个人都渴望赚钱 渴望 却又舍不得付出一点代价 最后就付出更大代价 很可惜 东森粉丝那里手机扫码QR Code 用赖家朋友放在扫码 免费加入我们Lite 比如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事故问题 一并留下 时间交给主持人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来来继续 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掌停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们看最近台积电 没有什么涨 有人说台积电配息 只有两块半 大家赶快写信 打电话去给台积电 这样多配一点 配三块 配三块半 然后股票就会涨了 有这件事吗 有 确实有人这样讲 如果真的这样 很简单 有人吹嘘他会员有多少 观众有多少 就叫他每个去买 每个人打电话 请问台积电有没有涨 有吗 有吗 到这边 为什么台积电涨不动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乱搞一通 没有这种事 因为台积电是空头格局 区限在空方 它怎么会涨 懂意思吗 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骑骗人都会涨 那我给你涨最多 就大力光 为什么 因为它被91块半 全台湾最高的 发布时间223 来在这里 223就在这里 那请问从这里发布 3590 发布完跌了500块 它不是配息91块吗 投这边 台积电两块半 它91块 发布91块 股价照跌500块 有啊 在这里发布 发布完跌500块 所以跟配息很多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懂意思吗 世界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 叫破克夏 股神八位都创立的 他一辈子不配息 从来不配息 股价照样创新高 不是吗 所以跟配不配息 是没有关系的 懂意思吗 好 家邦 买了以后为什么一直跌 有人买到这个高点 一大堆人 对不对 你看这里93点买这一天 受重伤 为什么这里不能买 为什么这一段不能买 看到最高点 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沉重 就不能追了 这一段就不对了 所以你买它 当然受伤了 家铃 光学的 为什么不会涨 来 转空了 麦克逊号一大堆怎么涨 麦克逊号人出现了 对不对 汉唐为什么不会涨 来 一样嘛 麦克逊号人出现 三个麦克逊号 这格局不对了 敦泰三线架构不对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再临走 格局都不对了 明康 这个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再临走 这个都有问题了 所以要避开 飞鸿 为什么今天开高走地 流那么长了 黑给爸 来看一下 为什么 第一线第二线 第三线太短 第三动能线 动能不足 就是油料不足 油料不足 当然开不远 懂意思吗 精彩 天哪 跌三四个月了 为什么 原来是空头格局 有信一样跌三四个月 原来是空头格局 卖讯一堆 万论不对 第一线第三线 这个线行不大对 第二线在临走附近 所以它涨不动 蒙利都在临走 很危险的 副顶 我在这边卖掉 第一次在这里 赚十块 第二次好像赚七块八 抗讯这里 第一次卖在这里 第二次卖在这里 卖完好像股价涨不动 来 副顶 最近 线行没有很完整 所以暂时不会介入 中阳光卖在这里 非常漂亮 卖完之后 赚十块钱 抗讯这边有自己算 卖完之后就没有再涨 最近线行不大 二三线跌破了 好 创意不对 格局不对了 时间的关系 还有很多股票 没办法讲 东森粉丝 手机少来QR Code 稍微要免费加入 我们来的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 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持股问题 一边留下来 我们把视频交给 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介 分析的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重新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